平台的运营执照 告诉他们 你们做了一些违规的事情 我给予你警告 那我在这里就不去点名 去哪些平台受到过批评 哪些平台被取缔 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 金融服务的执照 实际上是他取得的困难程度 也是在意义增强的 大约他现在如果申请一个执照的话 单执照的成本 单去申请这个执照的成本 就在150到200万澳币之间 申请执照的成本 不算你的office不算你的人工 所以大多数这些金融平台 对于他的金融服务的执照的 珍惜程度就像是 人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 那澳大利亚的信誉体系 也是非常完备的 如果你开了一家平台公司 在这个时间点上去欺骗客户的话 你会受到非常严苛的 这个法律上的苛责 那这种法律的苛责甚至是有牢狱制塞的 不是罚款了事的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模仿这些先进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最近一些股票的操作者被严巡发神志一发去投入到的监狱当中 我们很多投资已经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市场当中的这些被投入到监狼当中的这些 所以说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指望行业从业者去从一种自律的心态去完成市场的这种自律性的我觉得很难做到 因为人的逐利的本性和这种人的本身人性本恶的这种状态很难让他去做到这一点 所以必须要严刑峻罚才能够真正的使得这个国家的金融的机构和监管越来越严苛 这些也是我们中国这些政府还有中国这些监管机构去需要学习的 从非常根本的利益上去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有非常大的几件案件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泛亚金属在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 千万计的这个非常数以万计的这些投资人血本无贵 其实这是国家政策的一种缺失 谁该为此负责呢 是财政部还是公安局 我们发觉最后这个事情落在了公安局上 其实他应该是证券接管的严格 需要去做这些制度上的建设 所以我们觉得澳大利亚成为国际上非常领先的这种资本主义国家 他在制度建策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可取之处 那么口水里拥有这样的执照 包括我个人我们看到我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在下一页上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我会说我有金牌的澳洲外汇投资顾问的执照 那这个执照是做什么呢 这个执照是给予我一种资质 这个资质是可以给予投资人 关于外汇方面的general的 就是一般性的投资建议和personal的投资建议 就是我可以给你general的投资建议 告诉你整体上外汇市场美元在最近的时候 它的走势是强还是弱 那黄金是整体上是强还是弱 这是general的 我也可以给你个人的投资建议 那这种投资这种投资建议包括 比如说我们说根据你目前的这个资产的状况 那你是不太适合进入到金融交易当中的 你是不太适合进入到外汇投资领域 真正进入到基金层面去运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觉澳洲的法律开始变得更加严苛了 有些投资人他们的资金水平比较低的时候 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这一类的人 去进入到基金的投资当中 因为你不了解市场的风险 因为你的资金量还不足以让你去开始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是一个执照 取得这个执照不容易 保持这个执照需要去每年进行这个知识的一个update 就是实时的更新 而且在中间第一课我们看到澳洲凡事与执照相关的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RJ146 还有些CA的执照就是会计类的CA的CPA的执照 进入服务类的CFA的执照 开装名义的第一课都会告诉你忠诚和信誉 这是每一个这个执照所取得者的第一课程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是违规你的客户的基本利益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够去做它 那这些延行俊法之下 这些各种执照的保护之下 使得澳洲的这种金融环境变得更加的清零 也从根本上使得澳洲的金融环境变得更加活跃 更加健康 更加蓬勃而有升级 这是我们看到的 反观我们看到中国股市高潮的时候高潮跌起 衰落的时候没人觉得这个市场可以做 其实 我多讲解 那么接下来看到来一起来 这是我们刚才从政治和政策角度上来谈这个 澳洲的国庆日 那么进入到今天我们再继续来看要讲解的内容 最近一段时间 有些投资人是第一次参加 最近一段时间和大家讲解经济指标的解读 那么在今天的讲解当中继续几部分内容 实时交易内参的解读 实时交易的喊单 学员的应用点评 美洲市场的前瞻 我们今天还是先从我们最近给大家的交易的布局开始 这是我们为同学们准备的那今天的交易的交易的图形 当然也可以从我们的交易报告当中获取 我想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再去取得及早的取得这个报告 那么今日交易计划以及时长回顾上我们来看 好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喊单和今天的交易 那么昨天我们认为 进入市场当中一些重要的数据在运行的时候 可以带动行情的走势 那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澳洲公布了CPI的数据 那这个CPI数据不及前值 不及前值 不及前值 明星货币 澳币是明星货币 那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认为 短线交易的时候在7500关卡价位可以做平仓 澳币从高位 75的高位运行到7500的低位 受到支撑形成一波 大约三五十点的获利的交易的机会 这些时候不要把这张单做成亏损单 这是值得注意的 那么每日的交易开始趋于复杂 今天每日 今天每日的单 我们认为每日可以低多 低多每日在113的底部区域或者在112的高位去做多每日 那有些投资人在去看每日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其他的方法使得交易的方向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每日的错误 那么中间出现的低点呢 有就是澡盘出现的次低点出现在 113.96的位置 那这些位置都是我们所说的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113的低位 美元对日币的交易方向 你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 我们把它变到30分钟图上来看一下 这是美元对日币的30分钟图 那我们说在最近几天怎么去看待每日呢 我们用一个相对较为清晰的图 用K模板 用我们的K模板 这是我们最为清晰的图 它就非常单纯的去研究K线 研究K线 4小时图级别上美元对日币的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清晰 或者说它的交易的方向是容易理解的 那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最近有两个明显的一个结构 这两个结构呢 都是出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关卡价位上 这个关卡价位是我们前期空单的获利满足点 112.50 112.50 那么这个结构的构成我们在今天交易内参当中指引的 这个双底结构 那行情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总是由一个不太清晰的上涨波段开始 而这次的上涨波段就是从112.50开始这个上涨波段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形成这个双底结构的确认 那在最近的几天里边又形成了一个围绕着113形成的一个三次碳底结构 123的三次碳底结构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去做交易呢 趋势是明确明确的交易的方向是明确的 那我们说当交易方向明确之后 我们在做单的过程当中所选择的方法有两类 上涨行情当中有两类交易的方法 第一个逢低买入 第二个破位买入 道士理论这个道琼斯这个老祖宗 技术分析的老祖宗 百年之前就告诉我们说上涨行情当中就两种方法 难点难在说如何判断上涨 一旦判断上涨之后 你的交易的思路其实是蛮清晰的 就是逢低买入 所以我们在今天给予投资人的交易建议很清楚 低多挂单极限位置 日内的交易 那中长线的交易当然可以做破位单 那这个底部区域蕴含在113的底部或者112的高位 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去承接美元对日币的多单 早上我们给予大家的交易的计划 要求谨慎交易 那中间有一个去图叫做双底内部的双底格局 就是双双底的双双底 什么叫做双双底的或者是双三底 这是一个底 这是两个底部 这是两个底部 直接在112.50的位置上 低位买入实际上是稍有些逆势 但是行情开始发动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连续的短级别上的三底格局 哇这个图形了变到30分钟图上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格局是在讲什么 这是30分钟图 切进到30分钟图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日内交易的格局上 日内交易 首先我们通过刚才那个图表 我们找到了交易的思路 我们要在低位买入 这个低位在哪里呢 上涨行情当中 哪里是上涨行情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的上涨行情 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涨行情 清楚 作为投资人而言 你不需要在一个非常大的 特别是做日内交易的投资人来说 你不需要在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架构下去看它 连续几次探底 底部113113113 逢低买入 今天的写交易报告的时候 同时我也把我的交易单去进入到市场当中了 那入场的位置是在113.088的位置 113.088的位置 几乎是今天可能交易到的 最好点 几乎是今天可能交易到的最好点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 由于这个单人是挂单交易 而且在亚洲盘的时段的时候了 没有在这个时间上去实时的去盯盘 所以在这个交易当中 这一个单人就没有被执行到 就是设置的 113.088的位置 实际上当时行情在往下走的时候 就准备在113.188的位置上去做单 后来因为要离开一段时间电脑 所以就放在了个更为极限的位置 选择了088的位置 当然投资人如果去交易的话 实际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去看到 在运行过程中 最后一根大型阴线所跌破的这个位置 大型阴线所被反转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交易当中 也是一个交易的好点 那这个好点的位置位于在 它稍高 但是仍然有效 113.30的位置 最后一根大阴线所反转的位置 其实最终这个行情的起升点 就是从113.30开始 当然如果能做到113.10或者15左右的位置 那是更好了 那当然它的难度也会有所上升 这是我们今天交易美元对日币的主要思路 最近一段时间交易的状况 也还不错 那我们看到在刚才的一秒钟上面 一秒钟这个时候 我们的欧元对瑞士法郎的单获利满足出场了 欧元对瑞士法郎的单获利满足出场 欧元对于这些交易的交易 欧元实际上这个单 喷一下下来 欧元就是实际上它执行的是什么 执行的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上的这个交易单 欧元的单我们最近那这是第五单了 这是第五单了 欧元的挂单持续获利第五单 那今天我们说欧元的单不再执行这个思路了 不再执行这个思路了 下坡冲下来的时候 请同学们注意这个这个 注意这个单 再次冲下来的时候 不要再在底下去接多单了 不要在下边再去 去接它的多单了 我觉得这个行情可能有变 第一次听课程的同学应该注意到 我们之前说的欧元的单是 由于欧元在这个上下幅度当中摆动 所以形成了这个单 所以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单了去掉它 我不做这个单了 消除掉欧元在底部的这个单了 我想再看一下 因为最近几天欧元的走势呢 好像和原来的这个结构啊 不太一样了 走的那些线条呢 更加强而有力 不符合我们在之前做欧元的那个摆档行李 所以我做欧元的话 可能会再走到更低的位置上 才去接这个美瑞的 接欧元的单 这是我们看到的 当然再往下一些到1.07 这个位置身后 再往下的时候不是在1.15 而是在下方的这些位置的 逼近1.07的位置上的时候 还是可以再去看一下 能不能有这样的交易的 交易的机会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到 看到我们的交易的图形当中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值得交易的图形 是黄金 黄金我们认为黄金的整体的交易的方向 由上向下去交易黄金 变盘的时候 投资人的交易的这个 思路要变得稍微快一些 不能就是反应特别慢 那一起来看一下黄金 我们黄金的空单在 110下破 1,210下破之后 就始终持对黄金看空的意见 那包括今天我们给予黄金的意见 也是高位做空 甚至我们对黄金的看法 要比对每日多单的看法更为强烈 我们指出黄金在昨天一波下行 160点 今天再次走 所以黄金如果你把握它的行情的话 每天抓100到120点 保守一点的做80点 夸张一点的做到100点 长一些的可以在更长的幅度上去抓 比如说用一些移动止损 这些的方法去跟一些更长的单 我们来把这个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经常来说的这个B模板 和大家进行一个讨论 小时图级别上 B模板已经呈现出相当清晰的下跌结构 那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它的周数轴线 周数轴线在四小时图级别上 表现为这个多空分界线 表现为多空分界线 也就是说四小时级别上 可能还没有反转 但是在小时图级别上 黄金已经清楚的反转了 昨天晚间的这个大型的下跌的线条 大型的下跌线条 既给我们产生了获利的机会 又使我们清楚的认知到 黄金在一个下跌的走势当中了 今天的黄金从哪里开始 今天的黄金是从日书轴线开始 是从日书轴线开始 那或者你说从它的这个分界线上 从负一 从上边的正一区域 如果我们交易的时候 交易的保守的话 走两格 从它的正一区域走到它的负二区 两格 这个两格的区域 从上边到下边 最高点到最低点之间 有60点的一个 68点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如果在晚间 在欧洲盘交易的时候 这个空间会达到100点 走三个区域 走三个区域 从正一区做到 从上边的正一区做到 负一区负二区 做到负三区 做三个区域 那这样这样的话 你的一单交易就做下来了 我觉得黄金还是明星货币 而且目前的格局上 黄金下破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1200 所以黄金很高做 蛮明显的 最近几天交易的绩效也都不错 那我们有投资人的账户上 在昨天的时候 有了一个 就是保守账户 有了1000澳币的一个盈利 第一天如今就有了1000澳币 截止目前 已经接近有更多的一个盈利 所以在中间了 投资人 投资人了 也可以按照我们所使用的交易系统 去积极的去交易它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那中间欧币 那包括欧加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货币 那你知道吗 我看到假日 第一反应 是不是我写了一个错别字 因为通常会写是假日 加币对日币 那么今天呢 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澳洲的国庆日 National Day 同时也是越南的新年 越南早过新年 已经Holiday 中国应该要从 大陆要从明天开始 才算Holiday 当然 节前的愉快气氛 已经完全笼罩了全中国 有消息报道给特朗普说 中国现在已经 人们开始抢购所有的产品 全程都在放炮 什么什么种种各种各样的笑话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已经跟媒体撕逼了三次了 推特已经成为我们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意思 今天的重要数据 我们说是GDP数据 它的增长率 增长率 Q4在英文当中会是 Q4的一个缩写 Gb是什么 Gb是 British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英镑是什么 我们英镑是什么 就是这样 它是 它讲的是英国 英国的GDP数据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去谈及的一个 一个数据 交易当中原油的空单继续持有 欧澳的单短线获利100点 这是昨天的 今天欧澳又进入到它的执行位置 大约是在1.41到1.42之间 一个入场交易的单 欧元的多单可以继续 在交易当中继续持有 我们来看一下 后边的 我们给投资人准备的 给投资人准备的交易内参 在后边的说明 市场热力图显示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位置 找一下 United States 美元的最近的相对走弱 所以美元在最近一周里边 交易的思路还是盘整偏空的 盘整偏空的 有很多投资人喜欢用美元指数来衡量美元 但是我个人用美元指数的指数非常少 因为美元指数它中间超过50%的权重来自于欧元 那你在研究美元指数的时候 就会受到欧元本身的相当大的影响和波动的这种束缚 所以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 我更喜欢使用黄金作为美元指数的一个判研的标志 来看一下最近的我们的图形 图形当中这个货币队呢 是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所以在 之后呢 请在这个位置上要填写到 这是欧元对美元的 欧元对美元的图形 方便 大家来看 那技术面上欧元对美元的延续前两日的盘整格局 那欧元对美元的时段上一度测试前期的高点 那我们在最近去交易欧元的时候 始终以一种缓慢盘整向上的思路来去交易欧元 那下方的支撑位是明显的 这个支撑位的位置 1.07的这个支撑位更下方的强支撑位在1.06的支撑位上 所以我们在这些位置上 还是相对偏多的去交易它 假设行情有破位 有破位 破位的位置是在1.0772的位置上 破位的时候都是交易 执行交易的好的交易的点位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欧元 它有缩回到了一个低位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Z模板了 我拿Z模板这种趋势型的模板来看一下 趋势型的交易的思路来看一下 特别是Z模板的这个小时图 那Z模板的四小时图显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欧元呈现出一种围绕着底部1.0720 顶部1.0780的这个区间里边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 那我们在交易当中去交易它的时候 会把它更为理解为一种骑行形态 上涨 或者如果不太标准或严苛的话 可以理解这种上涨当中的举行 所以举行下方的支阻互换的位置是在这里 1.0720 所以我觉得交易当中围绕的这个位置 逢低买入还是可以做的 盘整区间下边缘 limit单的盘整区间下边缘去做 行情摆动的幅度非常大 运行非常密集 所以我觉得入场的不要用限价单去入 用挂单的pending order去入可能效果更加理想 这是我们对欧元的看法盘整偏多的 特别是在黄金向下破位的格局下 仍然可以去做这样的交易 好来继续看我们的 那基本面上欧元意大利宪法法院呢 欧元去意大利宪法法院表示选举法部分不孝 但大部分内容保持不变 不变认为澳大利亚影响它会提前大选 意大利这个国家在欧洲区里边属于二类偏上的国家 当然有些投资人认为他说认为他是一类偏下 我也不反对了因为本身一类偏下和二类偏上 也很难去界定 德国法国意大利如果说一类国家还是一类偏下的 那么英国已经脱离了欧洲区 那么剩下的这些国家呢 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呢 相对来说就是一些不太理想的国家 更为差的欧盟区的国家像冰岛 爱尔兰 希腊 塞浦路斯 葡萄牙这类的国家就是欧元区 时不时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在内 这些宪法的修正引起的波兰还是相对较小的 那我们注意到欧洲区有一类事件 对欧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如果有兴趣的投资人可以去回顾一下 有关于某个国家脱离欧盟区 特别是使用欧元的这些国家脱离欧盟区的 这些事件对欧元的影响非常大 同样有印象吗 同样对此有印象吗 我们在参与的这些参与学习的投资人当中 其实有好多他们的交易经验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交易的年数是非常长的 你跟着我一起想一想 你们经历过哪些小国脱欧带来欧元大幅波动的事件 小国脱欧不是像像像这个 你不能举英国的例子 英国是大国而小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个国家叫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呢 也是一些中国留学生容易去的国家 这国家多大呢 和美不是和美国差不多 下国来说和北京差不多 和北京差不多 人口多少呢 猜猜看 这个小国人口有多少 如果有同学 哪个群中有同学能够答出 这个国家人口有多少 我们就发一个大红包 塞浦路斯 我印象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这个国家有大约70万人口 现在正常了 人说 现在 在之前的时候是70万 今年最新的统计 114万 114万 大吗 我觉得和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差不多大 那就这样一个国家 当它出现财政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觉当它出现货币挤兑财政问题的时候 都会引发欧元的大幅的贬值 原因是欧元有一个特点 只有统一的财政部 只有统一的欧洲央行 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部 你听过美国有财政部 你听过欧洲有财政部吗 你只听过欧洲有中央银行了 对吗 Bankov 欧洲去的中央银行 所以在这些国家一旦脱欧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欧元是否存亡的一些话题 所以都会带来大幅运行 意大利这些选举呢 这并不特别重要 那今天日内关注几个数据 失业金的申请 这当然是一个市场当中特别重要的数据 属于美国关注与特业数据相关的一个数据 新闻的销售也是只在美国特别重要的数据 其他国家都不怎么重要 好来看一下下一个货币队 1.25几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货币 英镑对吗 这是英镑 英镑继续强势 连续破位 1.25之上我们就开始做多英镑了 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建议投资人去高位去空欧元对英镑 空欧镑其实也是在去 也是在做一个多英镑的一个动作 当然在这个多英镑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多英镑的方法 就是空欧元对英镑 而没有直接去多英镑打击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欧镑的走势 欧元对英镑是个非常好的货币 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仅次于欧元的趋势性 欧元的趋势性在最近的两年当中 趋势性并不明显 你看欧元对美元走的 盘盘整整跌跌撞撞的 但是欧元对英镑的趋势性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来四小时图上来看一下 欧元 它的趋势性 单边行情是相当的单纯的 或者会走很远 连续两周的下跌 第一周下跌 回调周军线 回调周军线 再次下跌 再次下跌 这是非常清楚的行情 又是周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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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价格上涨的高点都受到周线压制 形成一个大幅下跌的行情 行情相当单边 上涨的时候 上涨回调周军线 回调周军线 回调周军线 围绕周层级去运行 这种货币在交易的时候 我觉得投资人 你把握住一点 这才是真正的顺势而为的货币 有些货币你没办法顺势而远 欧元对瑞士法郎 就是你没办法顺势而远 忽然哪天破位了 你一顺势而为 它反转下来 它不太好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欧元对英镑的 欧帮单是非常好的 今天这个单我们是做到的 不是说到的是做到的 空单 一位投资人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回报 因为这个货币很有意思 你平常交易的欧元对美元 它走30点 我们在这里提问一个问题 增加一下趣味度 欧元对美元 如果做一手交易的话 获利了20点 你会实际获利多少美元 欧元对美元 我们做了一单 比如说今天早盘的时候 今天我们从1.0720买入了 现在1.0740 涨了20点 我做了一手交易 会获利多少钱呢 一头正说 我去问我的平台公司 我去问我的这个经济商 的确是可以的 但是你会不算呢 我们参加过课程的同学 你们想想 能不能算出来 我们看到有同学算出来了 获利了214 200美元 获利了200美元 那如果说这个交易 是交易的欧元对英镑 获利了20点 会获利多少呢 会获利多少美元呢 我们看到会获利200英镑 大约250美元 这个获利如果在早些时候 在英镑比较高强的时候 会更高 所以交易英镑的时候 它的获利能力 同样点数下 它的获利能力会更强 而且波幅也不低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 最近欧邦的跌幅 不是跌幅 是波幅 25个点 每4小时波25点 高峰期的时候 每4小时波39个点 每4个小时就波25个点 这个波幅可不低 你知道吗 这个波幅可不低 就表示 如果你日内交易做半小时图的话 待4小时 你就 几个半小时图 特别是行情发动的时候 25个点就抓到了 很好的一个波并 对啊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 那为什么不直接做英镑的多单 我们只推荐了欧邦 而没推荐英镑的多单 是因为我们认为 英镑直接的多单会打击美元 会打击美元 我们在最近 真正打击美元的 只有一个货币 纽币啊 我们最近是做多纽币的 最近是做多扭币的 从24号开始 我们就认为扭币破位了 在这张图上可能看不清楚 日线图上就会清楚的看到 这个图更加麻烦了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K模板了 24号的时候 扭币破位 行情一旦破位 就会形成一个知足部分 这个思路啊 你要先在大脑中 先去想顺势的思路 大多数投资人会把它理解为 哦这个地方上破了 走一个2B往下左 不是的 应该是往上左 那今天回调逢低买入 还是它的主思路 这是我们看到的纽币 这是我们唯一打击的一个 直接做多纽币 打击美元的一个货币 当然投资人还可以选择 另一种去做多纽币的方法 就是做空澳币对纽币 做空澳币对纽币 这个单我们在昨天里面 是交易到的对吗 昨天我们在上边 行情一出 啪一下一波下来 做的也都很 做得很好的一个单 现在接近到前方的 直组互换的位置 澳钮这个单往上做的时候 耐心一点 它会给你一个好价位 与澳币相关的这些单呢 是经常出现一些2B的行情 第一次听的同学 不要以为2B是一个贬义词 或骂人的词 这是 一个也是号称价值百万的交易思路 我们不去在这个时间点上再去谈几趟 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交易内餐当中来 所以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的主要主思路 技术面上澳币属于明星货币 今天澳洲举国放假一天 我觉得 作为我这个寸土寸金的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想把这些话就去掉了 这是National Day 作为我们去理解它话 它是一个公众假期 那澳洲与的巨大的联动性 那我们去 当我们去谈及澳洲与中国联动性的时候 投资人一定会想到说 这种联动性会对金融市场带来何种影响 是强还是弱 中国市场在进入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 到底澳币是涨还是跌 澳洲的股票市场会涨还是跌 大家有没有概念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看到一些投资人在一些投资人在一些公众群中 就这样说 每年中国股票在这个春节阶段的时候都会大幅的上涨 我觉得这完全是谬论 他根本没有去观测过 就在2015年我们开始 就是应该是2016年春节开始的时候 你们还记不记得熔断这个词啊 2016年中国一开盘 农历新年一开盘的时候 连续的一周里边 两天四次熔断带领中国A股 由高位跳水向下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去铺在中国股市当中 然后还总结出一些规律说 哦中国股市在春节的时候上涨 我觉得这是 当然你不能够阻挡别人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重要的数据啊 今天的重要数据有英国的GDP类的数据是今天非常重要的数据啊 他公布的时间 他公布的时间北京时间五点半啊 澳洲时间八点半的时间会公布 那今天的讲义实际上也为大家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了说澳洲的呃这个呃 啊就包括GDP类的数据是如何影响行情的 美国的GDP是啊是如何的 那我要求啊我们参加学习的同学啊参加课程的同学 今天去做数据观测 这个数据观测的时间也比较好啊 特别是澳洲的同学你们都在放假之中啊 非常多的充裕的时间一会儿呢去做这个数据的观测 那在中国的同学如果啊就是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进入到饭局生活比较啊还是比较这种 嗯啊没有进入到饭局 还没有没有炸丸子贴窗帘什么东西的时候 还可以去观测一下数据啊 那些已经和家人团聚的同学 我想在今天的我们啊在我们的这个学员群当中 也给过大家一句话 我们说交易获利本身的目的 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使我们的时间更加充裕 使我们在人生的啊这种运行过程中 任性度有所提高啊 什么叫任性度啊 大多数人他们的任性度是非常低的 你听过有钱任性吗这个词吗 就是这个意思 任性度是非常低的 那时间的局限让他上班的时候不能够去旅行 那金钱的局限使他该享受非常良好的医疗的时候 他只能够啊打一些点滴 那这种地域的约束使得他只能够呼吸雾霾这种状况啊 这是当他想任性的时候发现这些约束约束 我们交易是增加自己的盈利能力是增加自己的任性度 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愉快了 马上中国的春节就到了 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那有些时候你可以非常轻轻轻松的告诉自己 去他妈的国际金融市场 我今天就要去休息了啊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明天就是明天休息一天 礼拜一在和大家讲GDP的这个故事 今天我们进入到民事解惑的环节 请各位投资人去扫一下途中的二维码 和我们GoTo一定取得联系 获得我们刚才每日分析报告的这个第一手资料 这样的话你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找到这个资料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去提问题 我看到有同学问到英镑 我们再把英镑再重新说一下 我们认为英镑整体的交易的思路 是在低位去做多英镑 英镑在上破1.25 以及1.26之后 这个涨势还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选择交叉盘去做多英镑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规避中间美元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多英镑的同时 不要去打击美元 而是去选择一些更加弱的货币 去做这种打击的对象 有同学问到中国的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问的问题 张一辉同学问的问题 一般同学问的问题说 偶把美加的空单平一半 家园要回调了 我们来看一下美加的图形 美加是在关键位置上 的确是在关键位置上 在一图上显示下方支撑位置是 13000点的这个关卡价位 大型阳线运行到其中的内部 这大型阳线连续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K线 都没有跌破大型阳线底端的时候 的确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去交易到 它的这个多单是有可能的 一些极限交易者可以通过算法 什么算法 就是说上涨两根K线 一二两根K线 下跌一二三四五六根K线 一比三关系 时间轴上的菲伯纳奇回调 就有可能出现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去多一些 那至少把这个空单了要平一些 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家园的交叉碳有些悬了 是的 有同学说到说塞浦路斯的牌照 没有澳洲的牌照 有说服力 很多平台商开始转战 瓦努阿图的金融牌照 这个金融牌照啊 所以一些好的公司都会选择 选择澳洲 选择英国 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风险管控 因为他经历过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说是这个国家自己会愿意去监管自己的金融机构 而是说他经历过非常多次的这些金融危机金融风险 他知道了金融市场有风险 所以才用言行峻法去来对待他 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最早的老祖先就发生在欧洲 你们听过郁金香泡沫吗 你听过南海危机吗 这些包括那些牛顿老先生 牛顿说我能算得清天体运行 却算不清人在股票当中的险恶 老先生在南海泡沫当中亏的妈都不认识 去看一下 推荐大家几本书 罗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荣讲金融危机的 就是在应该2008年的时候 这位这个教授刚写完这本书 说金融危机要来了 金融危机就来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谢谢都是哪有意思 看看同学们还问了哪些问题 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个 有投资人说 0.7622的空单持有吗 我觉得澳币的空单 因为现在有都没问题了 因为澳币我觉得它上涨的力度 特别现在开始走得散碎了 而且这个形态 就是我们看到澳币的这个形态 它似乎是一个掉线 但是它出现的位置很神奇 你再理解一下 所以我更觉得它是下跌回调的这个结构 而不会把它理解成为 在底部区域在底部区域出现的这个线形 给大家两个K线去看一下 你们对比一下这两个K线 一个这两个底部的这个线形 一个顶部的塔 很清楚四四而飞像是一样的 但是很有些不同 商业会之后可以在我们的群中向我提问 我们的同学 一会同学可以在群中向我提问 我想你应该加过我们的这个 加过妮扣 这是学院的平台号 一会你可以加上在群中提问可能更好一些 黄金的空单目标是看到哪里 我觉得日内交易刚才说过 黄金的空单保守一些日内交易获利80点 积极一些获利满足100点 那还有一些投资人就是交易的手法比较娴熟的 用跟随止盈的方法去追到120点 黄金的空单 这是他最近日内交易的一个波幅 我好像记得你是并不迟长单的事 说的写书那个老先生来给我拿一下 这个不是点 这个书 非理性繁荣 这个教授在YouTube上有他一个非常细烈的一个讲解 就是耶鲁大学的金融课 叫做金融学 长达50篇的一个金融学的课程 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发觉现在的互联网上有非常多的教育的资源 让你能够在网络当中去看到一些诺贝尔得奖的得主在上边的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 罗伯特·基里希勒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 这本书是谁发誓的呢 是一个南京大学的 这本书的第二版就是在2005年出的 去看看吧 很有意思的啊 就是了解金融危机的背景啊 什么的是蛮有意思的一本书 非理性发言用 还有第二版 第二版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来我的办公室来借用这本书 刚才我们回答过黄金的目标位 M头专业会一般做长线 可以的 长线上也可以 200点的黄金不较长线了 200点不较长线 多一点 可以再多一些 再长一些 那国内买书更加方便 好多投资人在国内的话买书更加方便 我们这些书也都是在国内买回来 然后 还要增加运费 或者说首领肩扛拿回来的 万里大派 好那 有同学说美国经济复苏利多美元 川普说美国美元走高不利于美国经济这种矛盾 怎样影响美元的走势 这个话题太大了 我们哪天 有同学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很好的一个问题 Mercie问说 美国经济复苏利多美元 川普说美国美元走高不利于美国 那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去分 去这样去理解它 第一个美国经济复苏 我引用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 也是我今天准备好了 本来想今天讲这个美国GDP的类的数据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页图 这是美国的GDP 从2006年 Billing 10亿美元的单位 10亿美元的单位 从2006年到2016年 我们看到美国虽然经历了中间的金融危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了些许的下跌 但是整体上 从奥巴马开始上谈之后 我们说奥巴马几乎在经济领域当中 它对经济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是非常强的 这些经济数据的指标特别强的 去指引了美元的非常强的强势 我们看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 黄金大幅下跌 欧元大幅下跌 英镑大幅下跌 有这些货币各自的特征之外 还有另一个非常基本的因素 美元在走强 所以在大环境当中美元是在走强的 当然你说川普上台 会有什么新动向的 我觉得当它的制造业回流的时候 可能会利好美国的内部经济 但是如果它不能够实现说 美国仍然能够称霸世界的话 它的这种国际霸主的地位 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美元的强势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现在很多事件还是一个未知数 TPP的退出表达出了某种的讯号 但是还不能够就川普的施政方案予以定论 可能要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去观测他到底用何种方式去执行他的政策走势 所以这个话题太难了 太难了 我们年后 春节年后 似乎可以用一期一会来去谈这个话题 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一期一会 王海同学说 祝老师新年快乐 金融交易的学习中感恩有你 同心同心 谢谢同学 我觉得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上 每天都能够相见 共同去研究金融市场 能够为大家在交易当中 去做一个引路人和陪伴者 我觉得我自己也受益颇多 非常谢谢王海同学 那有同学说 黄金我不敢往千点看 老师去推荐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记 我觉得 读书的时候 去做执行 第一个先做执行 我就不平仓 说不平仓就不平仓 这是一个 所以我好多时候在给投资人去做这种 他们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有个要求 你别来看你的账户 我做长单的时候你别来看 因为有些投资人自己把自己的单几个平了 自己我本来弄得好好的 稍微一回调这个屏幕 我说你本来心态就不好 人家给你做长单 我觉得心理学方面的书记 其实先从基本工作起 做好了基本功 你实际上过早平仓 大多数原因是有看不到将来才会产生 看得到将来你不会过早平仓 跟着老师做几个千点行情 你就可以做 这是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也是农历新年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讲解 明天大年三十 传统的中国节日又要来临了 国际金融市场金钱永不眠 但是我们还是在明天的时候团聚在家人身边 过一个祥和安逸的中国心理 明天就不要再打开MT4平台了 关上平台 关上电脑 如果可能的话 也关上你的手机 不要过多的去看屏幕 去 机会的话去看看书 看看家人 看看家人的效力 万里迢迢回到家人的身边 不要再打开MT4平台了 好 休息一天 我们下周一再见 祝所有的同学春节愉快 谢谢大家 中国明月古琴梅花煽动还是非常 听完它吧 什么时候我要能给大家讲解音乐就好 谢谢大家 我们跟Margaret说 我们同学说 我说梅花三弄挺好 她说十面埋伏也挺好 每天的黑天鹅还不够多 十面埋伏 好 音乐听完了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参与 我说梅花三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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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可以看你再买的 你 他说梅花三弄挺好